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的央行跟财长的会议 紧接着两会就在这两天召开了 明天还即将有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就您的反省 您觉得今年最能影响两会热点 或者说影响工作报告的政策的宏观经济的背景 大概是什么呢 国内国外的两个经济大局 要看现在的宏观形势的话 今年其实是不容乐观的 其实从去年我们就能够看到 中国经济是处在一个反复震荡摊低的过程中 你像我们财新的PMI 作为线性指标也一直在关注 有几个月感觉到可能已经要见底 要起来了 但是随后又有小幅度的往下走 所以能够说明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的多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出口 不可能像原来那么强劲了 另外一个你的消费尽管是在不断的提高 但是短期内没有看到 急剧的消费的上升 因为收入没有大幅度的提高 有一些像农民工收入提高的速度比较快 但是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还没那么快 然后另外我们消费 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消费一些服务品 对吧 可是我们现在制造品生产的多 服务品供给的并不是很多 而且投资大家比较担心 因为投资对基础实施的投资 也比过去相比没有那么强劲 那么对房地产的投资 去年的数字也很不好看 那么对制造业的投资跟往年比也比较差 所以大家如果你的净出口 消费和投资都不是很景气 所以今年下行价力比较大 从全球来看 可能美国经济相对会好一点 但是整体来看是比较脆弱的 欧洲也不行 又有难民问题 而且还有更微妙的 就是它银行 它银行可能还会有很多坏账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可能还有很多地雷埋在那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踩中了 那么日本经济也不是很好 新兴市场也不是很好 能源价格下跌 让能源出口过 觉得很难受 像中国经济低迷之后 很多只帮中国富起来 跟着富的小伙伴们 现在也感觉到日子不像原来那么好过 所以今年可能宏观来看的话 大的就是要把增长要稳住 同时为长期的发展要创造一些条件 增长得稳住 长期的发展得创造条件 像去年以来 在经济或者说在政策领域 最热的一个词 大概就是所谓的供给面的改革 您刚刚也谈到 目前我们国家制造品的产能挺高的 但是服务品的改革 尤其是新的高端的 有高附加价值的服务品的供给还不太足 您觉得在明天即将李总理要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政府大概会拿出什么样的实招 或者拿出什么样的一些松绑的一个策略 从制度以制度作为杠杆来敲动我们的供给面改革 制度是一个方面 单靠没有制度是不行的 但单靠制度也不行的 它应该是个组合权 从组合权来看的话 常规的政策 有总需求管理的政策也是很重要的 尽管我们强调供给侧的改革 那从总需求里头 过去我们常讲的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因为你货币政策很难来起到推动结构性改革的作用 所以它可能更多 就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 财政政策可能看点就比较多 财政我们今年政府的支出会增加 那第一个它到底增加多少 对吧 我们现在都在讲说赤字率可能会从去年的2.3会调 可能会超过3% 对呀 那么会调多少 那这个数字会表明政府刺激经营的决心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多出来的钱投到哪 对吧 那这里头看点也很多 你是投到传统的铁公斤 你还是投资到一些新兴的基础设施 还有包括一些新兴的产业 包括民生的问题 那怎么去投 这些看点都是比较多的 那么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 其实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结构性改革里头 我们今年谈到的我们的任务 比如说去产能 去杠杆 补短板 那这些呢是在这个过渡时期 那为了解决我们遗留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供给侧 要发力的一些这个政策 那么还有呢 就是你要从长期就十三五规划 那因为五中全会的时候 拿出来一个这个指导的意见 那么在两会的时候呢 我会更多的看到 十三五规划里头的各项具体的政策 那包括我们的城镇化 包括农地改革 包括我们的对外开放 包括国有企业改革 就这些都是大家期待比较多的 那么这些结构性的改革呢 不是为了在短期次级增长 而是为了在长期 为我们保持一个比较高的 潜在增长率创造条件 所以三个层次的改革 从财政到货币 然后到结构性的改革 其实就看这一盘大气 在接下来的两会期间 如何摆开在全国人民面前 好的 那这一期的两会快评 我们先做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还会有 在接下来两会的期间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邀请何凡老师 跟我们一起分享跟讨论 两会的热点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